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老带领种地子及同人到东之门外牛坊村开始起坟 那一天主持的有200人去抛坟 在人家当地老人的指点下 我们找的有叫抛坑 当时跟当地来讲借的铁锹 借的稿 那会儿来的时候有帝国有 后来我们去的时候都已经种了西红柿地了 当时都是什么呀 看不见分 后来我们找到了那个队长 队长那时候是8月份嘛 西红柿已经快拉秧了 那么这样你要动这个地 就牵着到和大队的关系 因此呢又疏通大队的关系 刨了以后把那羊给拉了以后呢 就在块地里头我们就拿签子就往下探 我记着第一块杯和第二块杯是我探出来的 也就是该找有这缘分 董先生来讲的重建光是 刨这十多以后上面写着有碑文 挖下去了以后还得给掏 掏完了以后拴这个绳子很费劲 搭进一路门间弄到岛链 挖了三指桌山下大雨 下大雨来讲套上把它拉起来 不想搬 有个岛链被绑紧滑了一下 敌国勇正好在坑里面 插一点把他探上 老师来讲呢就在贸易之下指挥 跑出来以后 被帮老师相当高兴了 怎么办呢奔哪搁呀 起来以后先存到哪儿了 想存到体育大学 四座碑找到后众人非常兴奋 紧接着大家又继续寻找董工的棺木 找这个木屑啊 后来一看呢 那个木屑原来是什么 是三合土打成的 挖的时候特费劲 那三合土因为它那个时间长了以后 它也挺硬的 挖到那个棺材的时候 已经里底下是全是水和泥 康古先生和我说 他说大娘啊可不好挖了 那天呢挖坟太阳晒着 到中午了 李老就给这三十多人找一番户 一人买了一碗凉面 吃两面说他们都吃了 李老也没吃就自己又在大太阳地去挖了 后来大家吃饭说没看李老啊 完了就都上那坟地去了 一看老头自己当然挖了 大家还挺受感动的 没得休息继续又挖 挖完了那个时候 后来把那个从那个泥里头 把那个那个就那个骨头挖出一个来 挖出一个来弄一弄 以后这边就是康哥我就是什么呀 上了一个骨头把这个骨头拿尺子量量完了以后 找了一个箱子搁那儿 头天挖的回来李老就让人做棺材 做小棺材 装骨石啊 把骨头都洗干净了 拿红布包上搁到这新的棺材里 最后还有把那个整个的泥弄出来以后再找 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没有 找了两颗牙 一嘴一嘴头发 一个来讲呢 这个大腿骨 我老师就说看看没有 这这练八卦掌的腿骨 所以你看这骨头粗壮 这就是转圈转出来的 也是鼓励我们 董公的墓碑 遗骨已经全部找到 接下来的问题是西墓地建在哪里 李老考察了很多地方 几经周折最终选择了北京龙脉风水宝地万安公墓 就是在万安公墓来讲申请B地 找的是谁呢 万安公墓来讲专门管地的老孙 说这块地可以给你 但是说你得有批式 万安公墓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来的 老师来讲的回家以后就想到想他的国际老战友 这么老师来讲呢就找到陆宇 反正我陪着去了两次 就到万安公墓的办公室找他们的领导接墙 陆宇要通过其他的一种方法 战民政局的算批了 同意把东海川的坟千说万不 脾气了后来我们来讲盖这个时候来讲 是由我师哥设计的 也就是马景镇 邵俊海 傅志刚 整个就是我们八卦党界的 反正你那儿有瓦江 你那儿有墓江 都是大家自己来料不够了 你想办法去你想办法去 就是大家集合你这么办法去 一九七九年 有李子宁先生牵头并主持的 董海川签坟委员会正式成立 其间几经周折历时三年 于一九八一年五月十日 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末终于落成 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 李老在大会上十分激动 这是李老当时的讲话录音 我们成立了千藏东宫领旧委员会 像北京市和运南 都有个盛世的无数同好者 发出了千藏的长议 整个长议 所以首先得到了国家提委 北京市提委提醒 北京市各大院校 有关负责同志们对我们打理的支持 得到了各地无数爱好者相应 使得这个执法的群众性的活动 迅速的顺利的进行 东海川先生的贡献是民族的 黄荣的是舞台的教导 我们千藏东宫领旧 就是为了更好的进一步发掘 整理民族无数遗产 也是我们为一个民间无数爱好者的心愿 我们要珍惜的这份民族遗产 继承好这份民族遗产 不断地刮善和发展祝贤 为我们留下的一切的文化遗产 不愧为神话民族的之孙 此后 在李老的倡议下 先后见起了李老恩师八卦长 第二代传人梁振普 师兄郭古明 及八卦长海内外名师之墓 一处原本不为人知的荒地 现已成为海内外八卦长沿袭者 及武林同仁向往的 精神殿堂 东海川墓的重新一见 将海内外八卦长同仁紧密地凝聚在了一起 此后 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八卦长同仁归宗认祖 海内外华人报纸纷纷做了报道 对中国武术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由此看出李老过人的胆略和高瞻远瞩的开拓精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老过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老过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老过人 然后再试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老过人